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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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到了 钓到了 就直接拎上来 飞鱼上岸 在海边飞鱼上岸 这是我在澳洲钓上的第一尾鱼 我们第一次把开饵料开成野鱼的感觉 没问题 我们今天在这边不需要用很多复杂的饵料 我们就用一个就行了 这个有腥味的饵料就可以了 不需要开很多 因为就在自己家钓鱼 你就钓得够吃就行了 这款饵是可以做拉饵 也可以做搓饵的 但是因为这边它挨着海 还是会有一定的水流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少加点水 开成一款搓饵 也不要让雾化太快 因为不然很多就是小鱼 会很快地把饵抢走 对 那就少加一点水就可以了 不要加太多的水 让它硬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不是很容易被 那个水里边的洋流 或者是浪 冲走 然后有一点点年端 因为它本身也会有拉丝粉 有一点点年度 这样子复勾性会好一些 然后它的雾化又不是 它不会很 就是很 在这里化得很快 对对对对 然后在水里边待得久一点 是的 然后对啊 嗯 虽然身处异国 应该入乡随俗 但是从当地钓友那了解到 近海码头有众多的雕刻鱼类 结合自己的垂钓经验 总结出 雕刻鱼类 对味道偏重的粉尔同样感兴趣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 利用腥味偏大的红色风暴单开 做首次尝试 可能是考虑到钓鱼人对水 本来就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意 所以在旅程定制的过程当中 奥运旅行社也是特意给我安排 到了一栋临海的别墅 让我在享受美景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不忘初衷 哇 这样钓鱼太舒服了 在自己家后院就直接 我今天没事就可以过来钓一会儿 你看现在的流水是往这边的 鱼群也应该是 跟着流水应该是往这边来的吧 海鱼的话就是 看它心情好的就在那 心情是吧 对 我今天心情蛮想到这边的 我觉得我们站在这里面 钓鱼都是一幅画一样 就很美 第一次在无忧无力的海边钓鱼 就有这么惬意 因为之前我觉得在海上钓鱼 应该是就是很危险啊 然后水流很急啊 没想到这么舒服 诶 诶 诶 我的耳没了 我说我该怎么找票找不找 快快快快 你觉得这钩太大了 对 这岸边的鱼可能太小了 我常去海边钓鱼的人 总有一句挂嘴边的话 钓鱼不懂潮 纯粹瞎胡闹 海边钓鱼跟潮汐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不同的地方不尽相同 从当地钓友那儿了解到 在这垂钓 潮水涨到70% 跟退到30%的时候 鱼的活性最高 现在我们垂钓的水位已是低潮 大部分的鱼类已经退出码头 鱼货会怎么样 现在谁也无法预测 我看到了 钓到了 就直接拎上来 飞鱼上岸 在海边飞鱼上岸 这是我在澳洲钓上的第一尾鱼 而且就在我到达澳洲不到5个小时时间以内 这个鱼应该是叫Brim 但是这个太小了 我们要把它放回去 Brim 对 它应该在国内叫黄角粒 黄角粒 黄粒角 是海鱼的一种 是海鱼的 非常常见 但是这个在澳洲它有大小的限制 必须超过25厘米 我们才可以带走 就是说也是跟我们其实钓路亚的时候 鱼种也是一样的 就是一定要超过多少公分 我们才能带走 好快快快 那我们这个太小了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去钓放回去吧 好 比我还先快上鱼 我很不开心 在澳洲的法律当中 黄角粒可以带走的最小尺寸是25厘米 未达标的鱼种当地的钓鱼人都会自觉的放回水中 既然商品耳料已经在近海显示出了它的功效 我现在也决定利用当地钓友一直推荐的虾肉做耳 去尝试一下能否收获一些稀奇古怪的鱼种 我现在和印正好用两种方式 它用耳料在钓 然后我准备尝试一下当地的这种用鲜虾钓的这个钓法 这边的潮水或这边的鱼它会看时间开口吗 也会的吧 它会跟潮水 哇 这海边也可以用台钓来钓 真的好棒啊 利用旋坠钓 钓沁海 需要不断地调整漂坐的位置 退潮时需要按照实情下拉漂坐 避免漂木过高影响官漂 措施阳干的时机 造成对象于深喉 给后续的放流造成影响 你是因为什么到这边来留学的呢 因为你喜欢这里的生活啊 国内没鱼钓啊 你又不是来这钓鱼的 我感觉我就是来这里钓鱼的 真的啊 这是解口了吗 为什么下不去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 潮水越来越低 不断下拉的漂坐 已经难以适应不断降低的水位 天色昏暗潮水低迷 鱼群已经退回深海 等待着下一次涨潮时的再度狂欢 2